市長相同的問題 我想我們剛剛我們的朱信強議員 有跟市長報告 那市長的政策相當的明確 或要出去人要盡得來 但是我們市政府很多的团队 現在做的工作 跟市長的做法相違背 或是包起來人把他趕出去 為什麼就跟我們朱信強議員講的 我在農地上蓋一個工廠 你要找我麻煩 工人去哪裡找 工人都跑到屏東跑到台南了 市長我跟你報告 很多的我們很多的局處 都是什麼發展局發展局 其實百姓都是限制局限制局 你都限制了我們的產業發展 局處在執行的 就跟我們朱議員講的 我們吳一正議員講的 貨把他包起來 人把他趕出去 很多我們去外面協調都是這樣 這工廠 議員這工廠是你們高雄過來的 趕到我們屏東來 我們屏東非常的歡迎 我們沒有找那麼多的麻煩 我們不要開划單 我們怎麼會去開工廠的划單 我們怎麼會去把他送法院 這個很奇怪的事情 台南屏東沒有這樣的事情 只有我們高雄市把貨包起來 把人趕出去 市長你要好好的要求一下 這個是我針對 我跟幾位局長都討論過 為什麼這一次會有這麼樣的反彈 對我們執政團隊為什麼有這麼樣的質疑 為什麼韓市長有這麼高的支持率 市長你要好好的思考這些問題 在你的新的局處團隊 到任之後 我想正式的 明強起跑 高雄市 會不會因為韓市長的到任 跟我們的期待一樣 脫胎換骨 脫胎換骨 我們五黨你會聽到真正的聲音 我們不會去反對 我們在 許困年議長的領導之下 我想我們五黨聯盟 全力的支持 我們韓市長 來拚經濟 全力的來做好市政 但是有些問題 還是要讓市長知道 來 最近信倉化工爆炸 中油又跳電 市長你知道 在南高雄 整個高雄市 剛剛我們吳亦正議員也講了 整個高雄市的擔憂 現在武清又關廠 大社的石化廠 原料不足 不要說你叫他關廠 不要你說你給他降邊 他自己原料廠就不足了 他現在急著要到我們的小港沿海 市長你不會怕 信倉爆炸 中油 起火 哪一家化工工廠又爆炸了 387間的大型石化業 全部要集中到我們的 這個 洲際二旗的這個422公頃的土地上 387間的工廠都要來 還有我們大南新的3000公頃 剛剛我們執行的議員有在講 馬路壞了 其實你知道馬路怎麼壞的 在哪裡 路坪什麼叫路坪 市民聽不懂啦 真正的原因 一些大工廠 這一次的5000多個洞 從我們的馬上辦 聯合中心傳出來 聯合服務中心傳出來 有3000個在小港前鎮 這麼大的工廠 這麼多的工廠 這還不包括將來 我們吳玉鎮講的 十萬月降邊之後 要到這裡來 如果國道7號 你不趕快做 起床 將來一萬個坑洞 兩萬個坑洞 天災 如果怪 事工品質不良 這個齁 有一點 有一點不盡公平 我看我們 副市長就任之後 李四川副市長就任之後 馬不停蹄的 在請教這些議員 在監督工地 沒有一句怨言 沒有一句責怪 前朝政府 我想副市長的 這個作為 我們相當的肯定 但是真正的原因 大腳車太多 市長 甚至一萬台車 在路上 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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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壞嗎 這一次 舊朝的執政團隊 備受了質疑 其實來講 不盡公平 真正的原因 你們是大火車太多 剛才還搭到大火跟籠牌 不是我們拚一次 如果照我們的施工品質下去 我跟你講 國道7號如果不做 將來 我們回家的路主了 我們的路又一萬個了 現在是五千個 將來會變成一萬個 因為將來 週季二期 大蘭新計畫 成立了 現在的貨運量 要將來的三到五倍 港務局 相關單位提供了很多的回歸金給我們 市政府裡面給他留在市府裡面用 也不去修馬路 這一次剛好有前瞻計畫 其中你們現在在走 都是前瞻計畫的錢 修馬路都是前瞻計畫的錢 將來沒有前瞻計畫了 市長 你一萬 要兩分鐘 要趕快做 千春要趕快進行 林全市長答應的 要給一條 要給我們大林埔政府 要給我們大林埔 一個舒適的家 沿海 一個安全的家 將來千春跟國道7號要趕快做 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要不然大社來我們也不歡迎 不是大社來我們就歡迎 到哪裡哪裡都不歡迎 但是基本建設要做好 我們就歡迎 基本的條件你做得好 我們就歡迎 所以我只要把市長報告 國道7號跟我們的大林埔千春 要立即的自行 其他的事情都解決完了 只要把他們 只要你的控管好 只要你的標準高 只要我們的執政團隊用心 我想市民朋友會體諒 請市長 就我們國道7號 已經開了22次的 這個範圍的界定會議 現在國道7號還沒有辦法做 沒有辦法趕快把大貨車 把運輸的車輛 離開我們的市區 不要在我們的市區 來這樣的 每天衝每天龍 來這裡 市長這是我們的國道7號 這是我們的國道7號的路線圖 這將來怎麼樣 把這個大南新 還有我們的 週季一旗週季二旗 還有我們將來大社降邊之後 所有的工廠五親 通通到林園 通通到小港來了 這個我們不是反對 我們是支持重大建設 但是一定要把配套做好 把國區趕快做起來 把千村工作趕快完成 讓我們沿海的居民 讓我們相關的市民都能夠安心 我想這個市政工作才能推動 天坑也不會造成 所以天坑的這個問題 我想就是因為大貨車太多 市長要怎麼改善做問題 請幫你們市民報告一下 第一千村的問題 第二國道7號 空心部長 金澤東要來出口 請答案 請答案 來 市長答案 非常謝謝李孫敬議員 真的關切地方 我做一個答覆 國道7號現在說中央為主的預算 市政府正在做還評 還有一點點聲音 附近的居民 但是我們一定會加快速度 好不好 國道7號現在為了這個問題 大家也很關切 這個預算還是中央的預算 我們現在環民這邊 我會要求環保單位 盡可能加快速度 這是一個 第二個你剛才說這個 貨包出去 人禮拜 這個包出去說實在 我聽不懂 大概我的解釋是 我的解釋是說 豬八戒不吃了 孫悟空跑去吃了 大家不做 旁邊的人都休息休息了 你的意思可能是這樣 但是這一塊 我跟李孫金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在環境保護 經濟發展 居民無憂無慾的生活之中 我們盡可能取到一個平衡 那所有的外商 所有的本國的企業商都是一樣 拜託不要污染我們的環境 照顧好我們的勞工 其他市政府都很友善 這個是我們不變的原則 請李孫金議員來參考 所以如果說台南屏東 把我們該有的工作機會 拿走 我們會注意一下 我們當然希望高雄自己能賺錢 好不好 這一點跟李議員想法是一樣的 至於農地工廠這邊 我想我們正在研定通案 來處理 幫你報告一下 大林浦千春這個問題 已經講了很多年 預算也非常的多 我想這個計畫目前是持續在推動 我們會繼續配合 高雄市政府繼續配合的 我們中央循環經濟這個進度來進行 那最近你也知道 行政院訊號也非常明確 六都要共同成立一個辦公室 六都的市長不一定要列席行政院會 乾脆重新架構一個 由行政院跟我們六都直接合作的 直接有問題溝通的 那行政院這樣的態度調整 我個人非常歡迎 我們會把大林浦列為 跟行政院溝通 高雄市最重要的項目 這一點跟李順敬議員來報告 這個問題是未來高雄幾十年發展最重要的 那麼怎樣庶民經濟夠八道 真的要大發展還是在產業 這一點我很清楚 也跟李順敬議員來報告 我們列為最重要的案子之一 好不好謝謝 市長 農地建工廠 這其實是歷史工業 那有的工廠已經存在幾十年了 有的幾代 屬實的 你身高人 這我認為你必須要好好處理 因為這關係多少人 會集結的機會 所以這塊 我也希望市政府 真的要優先去檢討 好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